好 苗栗的白沙屯妈祖呢 今天是到云林来绕镜 而上午经过抖溜的时候 碰上一起车祸意外 有一个机车骑士呢 被撞到昏倒 妈祖轮轿见状也立刻上前 帮着一个骑士来祈福 详细状况要请记者詹继夜来告诉大家 好的 白沙屯妈祖 绕镜绕了一半 发现有车祸 轮轿队伍立刻变更行程 一拳抬着妈祖轮轿 上前帮受伤的骑士祈福 直言骑士当时陷入昏迷 全身无法动弹 因为轮轿是停留在伤者的身上 不断前后来来回回 有人敲锣 有人口中念念有词 我们看一下当时画面 今天是妈祖生日 抖溜特地邀请白沙屯妈祖 做客绕镜 早上九点多 轮轿经过抖溜的和平路 中华路口 当时六十三岁骑士 遭到车子撞上 骑士头昏昏迷 民众赶紧报案 当时救护车还没有到场 但妈祖眼尖立刻转向救人 而被撞的六十三岁张姓民众 送医之后没有外伤 只有同婚已经出院了 让募集民众直说 多亏妈祖保佑 好 像是我们总的最新 这么多亏妈祖保佑 他们都这么少